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饮料华尔街 那今天大家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虽然说跌100多点 但是今天旁边上你看很多的过去的这些强势股 都出现一些拉回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这个行情到底是结束了没有 那我个人认为啦 今天很多个股的拉回来 只是在宣泄这个所谓的结钱的一个卖压 因为清明节要放长假 所以在放假之前 在第一季 这个法人的作账那些股票 又逢到季底 所以他会有一些结账的效益 但这个结账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整个国际股市上 这个还没有机会 那目前美股我个人认为在5月之前 它是空窗期 因为接下来这个联准会要再升息 就是5月的事情 所以中间这个会有空窗期 空窗期里面你说让股市大跌 我觉得这个几率上来看的话 比较不太可能 所以研判就说 今天这个地方结钱的卖压消化完之后 4月份是第二季全新的开始 第二季呢会有一些新的题材 新的个股 它会做一个轮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面对今天很多股票的拉回来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这边资金你要让他给他 有一个挪移一下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过去做账做很久的 他可能会稍微先移动一下 比如说像主流中的主流叫创意嘛 创意间也是大幅度的拉回来 对不对 那创意的拉回 就代表说资金里面有些在做结账嘛 那这一批结账后的资金出来了 他去买什么股票 他不会不买股票啦 因为国际上没什么大事发生嘛 你说有啊老师最近这个好像 这个瑞士的这个这个 瑞士要去并购这个瑞幸好像有点意见 对不对 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虽然瑞士民众很多反对这件事情 但是瑞士政府瑞士央行最后呢他可能还被迫要把他吃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如果爆的话 这如果爆的话应该是全球性的股灾 所以现在瑞士的财政部部长 他已经受到各方的这个压力 包括美国也好 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打了跟他讲 这事情可能要自己想办法压下来 那如果要提供什么帮助的话 再谈嘛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应该还是会被压下来 今天他会有这个 一样的一个利空我想 一部分的原因也来自这个地方因为有传出来说 这个并购案现在的可能要从重新开始审视 但我觉得这个后面到最后结果应该还是怎么样会把 这个并购案的事情暂时给他把他压下来所以压下来之后呢 我相信4月份回过来 再来看的时候呢台北股市应该会有一波新一波的行情启动 所以面对今天很多个股的拉回来 我们要思考的是说 过去这些股票很飙 对不对那你没有跟到的 那在这个阶段别人在结账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跑去做追价 我们该思考的是全新的4月份开始之后 哪些题材 他有办法持续的延续 或是哪些题材会重新被市场 所认同 那这个 后面的就会牵扯到很多的一个标股 所以要特别注意 像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对不对 GDP的部分 造就了创意的股价 从5004块一路标到1200多块 对不对 那短线这边的一个震荡整理 合不合理合理吗 因为毕竟已经涨很多了 包括 这个电动车 四军 金城四哨 华府对不对 这个目前股价也是陷入了进入震荡 2457的飞鸿 这边也在开始做震荡 3046的建基 也开始出现一个高档的震荡 3162的这个 金雀 这是过去在盘不好的情况之下 最会动的电动车概念股 但是 这一两个礼拜可以看到发现他们进入到了整理 代表说资金移出来 移出来之后他跑去哪里跑到一些军工的概念股 但是今天军工概念股走势也非常的分歧 比如像803大雷虎昨天还涨了蛮创新高 但今天呢 这个马上就 拉回了打回一个跌停 对不对所以军工的部分 有些股票呢也出现了高档的震荡 包括全训 最近这几天很强但是呢今天也出现一个高档的震荡 就代表说这个资金有稍微先撤退 他们在等什么 就等新阶段的布局 所以过去有一些很标的股票 你看我节目在讲的爱普 有没有 这个今天其实还大涨但是最后尾盘是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 这好像也高档也开始慢慢在整理了 所以 这种股票就不建议各位在追在这个地方了 再怎么好 也必须要等拉回过后 你再做考虑 没有拉回 现在进去会有一些风险 我当时跟各位提醒的时候在1月31号 每一波新的行情要启动之前 都是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怎样跟你讲 你回想一下 对 之前告诉各位这些标股 包括 3362的先进光也是盘不好的时候 先进光今天走势我坦白讲 是跟我所预期的是有点意外的 我认为说 解 这个 解禁之后应该是往上攻 就是直接跌停 跌停就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里面资金也做一个挪移了 那就算今天跌停 你跟着我做的 又怎么样 对不对 你随便卖还是赚钱 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因为买够低吗 懂我意思吗 你买够低跌停又怎么样 你还是赚钱啊 你随便卖还是赚钱 懂我意思吗 所以 这个拉回来就代表说 这个 资金有在做移动 原主流 可能的有些股票 他会把资金撤出来 撤出来之后呢 他会去全新规划 第2季的一个 做账的一些标的 每1季要涨的股票 我跟各位讲 坦白来说都不太一样 所以第1季告一个段落了 比如说像爱普 这个你也不用去追了嘛 对不对 那先进光呢 这个 现在这个位阶 高档区的地方 这边也不是 你从 低档没有买的人 是可以参考的 懂我意思吗 这个 代表说 都有资金有开始做挪移了挪移的情况之下 出来资金要去注意什么 这才关键 好 那包括光节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今天光节创新高有创新高 很强 但是今天的量 坦白讲 这个量是有点过大了 那这个量出来之后 你该怎么办 我讲的这边不是 你要去 想说要不要去追加一个位置点吗 对不对 但是你跟我 买在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相对安心吗 1月9号 你看得很清楚全市场我第一个告诉大家 对不对 那今天有创新高 有拉回 大家比较在意是这一笔的 就是我3月14号提醒大家拉回的这一笔 到底可不可以赚钱 对不对 那3月14号拉回这一笔可不可以赚钱 3月14号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今天过高那你觉得这笔可不可以赚钱 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那 过高 今天你看很多股票是 拉回来的 他还有办法过高 那压力大不大当然大 为什么因为盘不好压力大 他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整理上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股票就说 关键时刻拉回来 我会再送你一次吗 对不对 那今天有没有喷出去过高 一样过高 可不可以赚钱 那更不用讲这一笔买进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股票 他其实就是这样子 好的公司 你要去规划他的一个买卖点 这才关键 包括今天跌停的先进光 你说他就此 以后就开始一路往下跌吗 我也不认为那么悲观 他如果跌深一点的话 那有机会出来的话那要不出手还是要出手 懂我意思吗 所以股票他本身 只要公司有办法营运 他有接到一些新的订单未来一定会受到一些刺激 那股价你要做好设计价格设计 你就有办法可以赚得到钱 不是他好跟坏的问题他长的时候你觉得好 跌的时候是坏不是这样看的 关键在说你买在哪里的问题 懂我意思吗 那这些股票你会发现 这个都已经大涨特长一大波了 新阶段我讲的他已经会有新阶段的标股像 这个过渡期里面其实慢慢的 有一些新的股票已经冒出头了 像这个台零 对不对今年大盘 很多股票是拉回来的但今天台零股价呢 盘中一度创新高 公到47.1 那我想 我在2月21号送给大家的 你有来拿投资朋友没有对不起大家 今天股价47.1 你应该都是可以赚到钱 懂我意思吗 那更何况 我们在2月份就布局的 有没有 现在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个是最近才冒出头的股票 就像今天大盘震荡整理你会发现 这股票呢他还是有办法 去创新高 就代表说 有一些股票刚冒出头的 他其实接下来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那只是说你要去专注 接下来会发生一些题材 像最近 这个台海比较紧张一点 或者是各国 这个也比较紧张 中美要比较紧张 那这个总统 又出访 对不对所以军工相关的股票 他最近会有一些题材 我讲的就是说你要去 关注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这个对股票市场来讲都有一些影响 所以4月份来讲的话我认为会涨全新的题材 那前面这些 先进光也好光节也好爱普也好 这都已经涨很多的股票 你不见得要去追 接下来应该会涨全新的像这种股票 刚冒出头的你会发现 最近来讲就很强 所以盘 你说很烂吗 很多股票在这过程里面 涨多了会休息 整理久的未来题材要发酵的 他自然而然就会涨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做股票 我们要先 领先去掌握一些题材 然后你让市场发酵的时候 让市场派去帮你抬教 我要做就是领先去掌握 这样子的题材个股 现在很多跌的在我眼里不见得是烂股票 很多跌的在未来可能三个月里面未来一季里面 他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阶段的行情 就像当时我在跟各位讲先进光一样 当时先进光的时候你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不太会涨 为什么 因为 市场当时也没什么题材 对不对 那我在节目上我一样 从 他的基本面产业面跟大家做分析 我说你慢慢看后来反应 然后后面的市场就开始反应了吗 就一路反应 然后被关紧币 甚至关紧币其实还创新高 对吧 但今天呢 这个解禁之后 下来 这个资金有在撤退的感觉 那没有关系 因为你买的够低 所以你不怕 我说顶多就是少赚 但是压对的话呢 搞不好可以赚更多吗 对不对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说去掌握新的这个题材然后未来市场会反应的 就像我当时跟各位讲的3624的光节一样吗 我当时在跟各位谈车用被动元件的时候 很多人还意会不过来就说 这个车用被动元件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但是我讲的充电桩 他用到很多的后膜电阻 这是我当时跟你讲的 那后面在反应什么为什么后面投信 会开始认同 这一波就投信作章上来的吗 对不对 里面很多大咖的投信都爱买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是他们认同我 今天他们也不会看我节目 坦白讲 这些投金金金的人应该也不屑去看这个投顾老师的节目 对不对 但为什么到最后结果我们看法是一样的 因为是产业上的东西 英雄所见略同 所以他才有办法怎么样 不断的走高创新高 对不对甚至今天盘不好他一样 攻到74.3来到近期波动的一个最高点 对不对 这是我要讲的 先去掌握对的题材 然后呢未来你让这一些人去做 台教去做发酵 这是让很多主力大户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你有听过什么叫吸筹吧 对不对 他们在买的时候可能每天买个50张100张 他不见得让股票去做 大幅度的一个喷出 他就是慢慢买 然后买到一个阶段之后呢 这些大户身边很多的朋友嘛 对不对 这些大户他平常 给人家感觉就是哇你做股票赚很多钱 那这些很多朋友 会怎么样 看到他的时候可能问他最近有什么股票可以参考一下 他还没买满之前他不会跟你讲 但一到他收的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开始怎么样 去做宣传 就会告诉 他朋友说 我抱你一支啊你去买 我看好他什么 然后呢 比较懂产业就会问他产业 这个到底怎么样 他跟他讲一些detail的东西嘛 对不对 那 这个朋友 知道消息之后 他会自己买 他自己会买 也买一堆 然后呢 再去跟他朋友讲 然后变成说这个就开始慢慢往外上往外上 上到后面的就一堆人市场派 这个媒体也好啦 这个报纸也好啦 或是 台面上你看很多的节目上来讲话 就一起来讨论这些股票 当他们讨论的时候呢 股价是怎么样 就开始一路往上标 好这就喷出去了 所以关键在于说你要先去领先他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给大家一些股票我讲的不见得他会马上大涨甚至你买完会套牢 我坦白跟你讲买完会套牢 但是你给他一段时间好不好 当初我们在买光节的时候有没有赚钱没有赚钱啊 还套了几天 套了大概 两三天左右吧 对不对 但你看后面的走势呢 我在买这个3046建基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买的话有没有套牢 有套牢 也套了好几天 但你会发现到最后呢市场反应到了 然后他股价就开始一路往上喷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说要去找未来会标的股票 而这个股票 你现在看 或许不怎么样 但他是有料的 而这个料 大家未来会认同 他会去挖掘他 像先进光 为什么到最后市场会认同他 因为他有很多想象空间吗 对不对 这个郭明琪也讲了 他会拿ipad4的订单 对吧 那这个订单怎么来的 有可能就是大力光不要的给他吗 对不对因为大力光如果不做这个的话 他做前方是镜头 那他的产能就要被丢给其他产人做了 大力光不要嘛 因为我现在跟先进光是有关系的 所以把单转给先进光 所以今天晚上才买那么多机台吗 而这个故事你当下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跟你讲说你相信吗你不会相信 但是到了这里你会相信 到了这里你会相信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里呢 你又开始骂脏话 不是吗 那你如果在这边有买到投资朋友跟你讲你相信投资朋友 这里 就算今天你砍跌停好了我跟这个阶段还是搭转 所以关键在说你要领先去掌握 未来有机会的股票 所以今天各位4月全新市场派要做的股票 每一季 每一季 都有市场派 比较认同的股票 每一季要涨的股票 我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第1季很标的股票到了第2季他不见得会涨 所以今天才会出现所谓的大震荡换手 这个换手他换到什么换到其他股票身上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涨多的拉回来很合理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 一季快到底了 该结账该做账的 都要做结账 最明显的就投资 投资 每一季 可能都要做结账动作 为什么 看绩效 对不对 绩效不好的搞不好要换人 所以每一季的这个绩效他们很重视 那 这些钱你说结完之后后面要怎么做 不可能不做吗 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买卖股票 要不要买还是要买 要不要卖还是要卖 所以 第1新的一季 他会有新的股票 而这个股票 市场派 市场派我讲的市场派就怎么样 包括 投信业内市场主力大户 他们会做的股票 这些股票一旦标起来的时候 后面的全市场散户投资朋友就开始疯狂 就跟这一季6235的这个 华福一样 对不对 从2月做到3月这波是很漂亮 那散户投资人比较疯狂的时候 绝对是在什么 涨了一段之后 这边疯狂 这边疯狂 对不对 但是呢你会发现 现在股价也僵住了 所以新的一季要涨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一档 会是新一季 市场派 会要做的股票 先进光光节我讲的都是过去式 今天有创新高 但这个已经不是你可以注意的 懂我意思吗 这都是过去的标股 未来会标的股票 才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你今天你要 股票 这一季的节目里面你看到我很多股票 包括爱普 包括先进光包光节我讲的都已经是过去式 你要掌握的新一季的 新一季的什么股票你可以买的相对低的位置 然后在这一季上涨过程里面 你积极的可以做价差 对不对 像先进光这一季 有没有很多人在里面做价差 我想绝对有 3624光节在这一季里面有没有很多人在里面做价差 绝对有 6531爱普 有没有很多人在里面做价差 有 那我想 你有做价差的应该都赚钱 对不对 因为他走创高模式 但你说第2季在涨他们 难度高不高 非常高吗 对不对所以第2季 会标的股票 这才是你要的 少数会有这种像创一这种股票 就可以标连续标个 两季有没有 从去年开始标 这个就必须要有个长波段的一个题材 但是他标两季过程里面中间遇到大回档 有没有 所以你不管你再怎么标前期再怎么标你中间一定要回档 后面会不会涨那是后面的事情 包括先金光也好光节也好或许中间会经过一段拉回来 爱博或许会经过一段拉回来 那我讲要做这股票你可以等拉回后再说 对不对 那你要注意全新低档要开始买的股票我讲的全新一季 这些刚结王站搞刚出来的这些投资人不是笨蛋 对吧他们也不会乱去买一些股票 他们等什么 等新的东西 所以4月份我讲会涨全新的题材 我们先从这样股票做出发 今天已经3月28号了很快就要进入到4月份 所以4月份要标的股票你在3月底就要做一个卡位动作 那你不知道买什么股票的各位 你要知道未来的标股才是你要的 今天这个盘拉回来我觉得很好 因为你要让一些涨多的 比如说你资金如果一直在创意里面 他们每天都在做创意啦 那其他股票会涨吗 他就不会去关注其他股票了吗为什么我钱在里面吗 我就没有必要去买其他股票 但如果今天创意的钱出来了 你对其他股票来讲是不是好事情 好事情 尤其那种还没涨到的 对不对 他搞不好未来一季有东西啊 因为产业就是循环吗 第一季可能是有一些的这个公司的旺季 但是到第二季的可能是淡季 但第二季的淡季里面 其他家公司搞不好是忘记啊 所以资金会轮转 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现在周围的注意的是四月份全新的股票 市场派要做的股票 这才是关键 过去市场派喜欢先进光过去市场派喜欢光节 但是我跟你讲这都是过去式 未来的标股才是你要的 今天打电话进来这档股票未来的标股跟大家做分享 好不好 打电话进来就有这档股票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跟你做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今天财经台 惊吐要动迎新春 188如意开运专案 让您红兔大展 福到财也到 财神专线02 抱一三三六六 抱一三三六六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战 法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拾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华尔街 欢迎再回来到节目现场 各位今天很多的个股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过去呢 这两三个礼拜你可能都没看到今天这种场面 那代表说今天这个结账力道它是有的 所以在结完账之后 这些人要去买什么股票 我觉得才是重点 今天会出现 选择今天结账的原因我想很多 或许去 大家预估今晚美国股是会大跌 它领先做反应 因为昨天虽然说很多银行股是上来的 但是消息又传出来 可能瑞士的这个并购案 可能有一些杂音啊 所以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我想到最后应该都是好的结果 所以面对这个拉回来乐观看待 你要知道 今天没有这些股票拉回来 就不会有未来的标股 很多个股今天出现 卖压卖掉之后 你去想嘛 它可不可能明天再把它买回来 大部分的人做法不会这么做 如果 他还是看好的话 他没有必要选择今天卖 今天会卖就选怎么样 就是他要先做结账 要做个获利实现 实现之后呢 难道他就不做股票了吗 也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到了5月之前我讲了 联准会再次升息之间是空窗期 所以这个空窗期来讲的话 应该是有利股票市场表现 所以各位 过去的都过去了 未来的标股才是你要的 4月份市场派最爱做的股票 这一档 会是其中一档 懂我意思吗 这一档会是4月份 全新市场派要做的标的 过去的华府也好 飞鸿也好 过去的仙境光也好 爱普也好 过去的光洁也好 各位 这个都不是你现在可以注意的股票了 未来的标股才是你要的 把电话拨通 今天三股票打掉进来 直接跟各位做分享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